2月4日讯息,据福克斯体育援引伊朗媒体讯息讯息,历史性首次夺得亚洲杯冠军后,卡达国家队的所有球员,获得了卡达国王塔米姆的中奖。 卡达国王亲自迎接2019亚洲杯冠军。 卡达国家队在决赛中,3比1击败亚洲大主日本国家队。 本届赛是他们打入19球,并且只丢一球,让整个亚洲为之震动。 当地时间,2月2日晚上7点,卡达全队回到首都多哈。 卡达国王率领王室,亲自到机场迎接。 国王与卡达全队合影留念。 大家高唱国歌,在机场简短的欢迎仪式之后,全队登上早已准备好的敞篷大巴,前往市中心,参加盛大的欢迎派队。 卡达是发达国家。 因此,当他们队史首次获得亚洲杯冠军后,卡达政府决定中奖球员们。 毕竟,这是卡达足球最辉煌的时刻。 三年后,他们就是2022年世界杯东道主了。 据西亚足球专业记者Sinna Simeon在推特上爆料。 在卡达队获得冠军后,卡达阵中每一位球员,均获得了国家中奖。 享受的待遇包括,一套魏乌伦敦的公寓。 奖金200万英镑,约合1800万人民币,终身养老金。 维克萨斯最新型号豪车。 做客王宫与国王及皇家成员共进午餐。 此前,卡达国家队获得亚洲联500万美元的奖金。 不过和卡达国王的赏赐比起来,简直就是小儿科。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,这才是真正的土豪。 在卡达面前,中国足球连砸钱都不够。 这个奖励够好的,对得起你们那身装扮。 想问你一下,卡达五子齐队,还需要规划球员吗? 那没上场的球员,也太美了吧? 有钱真好球,卡达乒乓队需要规划球员吗? 人家实力在这儿。 奖金,事后话。 最重要的是,人家为了下届世界杯,不在自家门口丢脸。 都充满了斗志。 这个应该看到。 也许一切ies корぇah。 请无法 forever和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